那这个东西呢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啊 就是它是可以这样掀起来的 但我只能说 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前前没有不见 只是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嘿大方我是阿康 今天呢又来到一个很令人开心 而且也算有一点久没更新的企划 就是阿康乱买开箱 诶我拍到第几集了 反正不管 反正这个企划呢 就是我个人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 我就会买来 然后开箱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或者说大家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啊 也都可以随时分享给我 那我就自费花钱买来 跟大家开箱分享我的心得啦 所以呢正式拆包裹之前啊 如果你本身呢 是第一次来我平常观的朋友 或者说你已经看过我很多影片 按摩喜欢订阅的 不要忘记订阅我平常的小铃铛哦 这样说过来我花钱啊 买更多酷炫的东西开箱的时候 你才会收到影片的上面通知啊 而且也算是对我做影片的一点鼓币哦 好了那今天呢 跟他拆箱的包裹非常大一个 我就不卖关子了啦 直接拆开给大家看哦 这东西就是要暴力的拆箱 那这次我买的是 Castify 所推出的钢铁人系列 一个呢是钢铁人的 iPhone 15 Pro Max保护壳 另外一个呢 这么大箱 大家不要先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说真的啊 如果我是不知道内容物是什么的人呢 我看到这个形状我也觉得蛮奇怪的 你说这么大一箱呢 应该是要装iPad吧 可是这个形状呢 跟iPad又不太符合 那你说要装MacBook保护壳 这个箱子又太小了 那到底是什么呢 就直接开箱给大家看 诶 一打开 就看到一个钢铁人的反应炉在这里 答案揭晓 这么大一箱呢 就是Castify 所推出的钢铁人系列 AirPods的保护壳 而且各位 它这个东西呢还是会发光的 按一下 再按一下 按一下 再按一下 然后呢 整个盒子相当有收藏盒的感觉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蛮棒的 那这个东西呢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啊 就是它是可以这样掀起来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AirPods放在里面啦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跟我一样好奇说 诶奇怪 我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放 我也没有插任何的线 为什么它眼睛这里会亮灯呢 原因啊 就在后面这里可以放一个CR2032的电池 所以它的灯呢是要用电池的 这点我觉得Castify可以稍微多一点改进 那再来整个盒子里面呢 还有它的底座 然后呢 还有给你一个挂钩 等于说呢 如果你要外出攜带的时候 这个挂钩就会派向用场 不过认真讲 这宝可有点太大了 我想应该多数人不会特别想要把它带出门 对吧 它挂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把它带出门呢 是真的满有科技感 而且大家会觉得你超有品味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组装上去 诶 它是磁吸的 给大家再听一次这个声音 太酷了吧 虽然说它底座呢 就是塑胶射出的 但它整个喷漆啊 喷得蛮有质感的 再加上这个名牌啊 还有Ironman 把它撕开 非常的亮 那后面就提供给我们一些走线槽的东西啦 我们就可以呢 把线啊 这样子穿进来 然后呢 插进我们的这个钢铁人头盔里面 这样代表说呢 我们就可以边放边充电啦 不得不说真的是一个蛮帅的套组 好了 那我就拿出我的AirPods Pro第二代 直接来实测一下 装进去的感觉是怎么样 那它的凹槽呢 是一直线水平的 所以呢 我们的AirPods Pro啊 就是要这样子放进来 放进来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按压感 原因呢 是它旁边这里有两块细胶啊 让我们放进来的时候呢 能够更加的贴合 你也觉得它有放紧了 再来呢 我们就来接我们的Line充电线 把它这样子接出来 那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AirPods Pro的保护壳啊 这个Line充电孔就会露出来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插上来 再把它吸上来 就完成了 那不得不说啦 整颗真的是偏浮夸 就是一个收藏性质为主的保护壳 那外出呢 如果你本身呢 你是会带AirPods Pro的人 你就必须要带一颗 偏大钢铁人的头颅出门啦 再加上它整颗的价格 也确实是不便宜哦 但我只能说 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看到这颗这么帅 如果你本身又是钢铁人迷 买来收藏绝对是值得啦 好了 那再来就是这个 钢铁人的iPhone 15 Pro Max保护壳 那说实在的 Castify无熟客啊 都会推出这类型系列联名的保护壳 像我手上目前呢 就是使用火影的嘛 但它每次联名呢 你可以发现它的包装盒 都会跟不同联名系列做变动 比方说上次我买火影啊 就是整个包装盒都是火影的系列 这次呢 非常的帅 就是钢铁人的配色 那话不多说啦 直接把它打开拆开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试用它了 里面呢 Castify给你一个广告的宣语 叫做 This case was made for you 你专属的一个保护壳啊 那它也蛮贴心的 里面呢 也有给你附上一个保护膜 把它撕开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钢铁人头盔的样子了 我把我手上的这个火影拆下来比较一下 给大家看 不得不说火影这个图案真的做得蛮好看的 那钢铁人这个系列的保护壳呢 它有另外一个巧思 就是你摸头盔这里啊 它是真的有一点金属面的接触感 那其他材质呢 两款基本上都一模一样啦 而且我一样呢 都是选购这个镜头支架款 就是这个镜头这边呢 可以搬出来变成手机支架 那这个火影盒呢 大家看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这个支架的坚固度算蛮好的 你可以看呢 我怎么搬怎么搬 它就停在哪里 往后搬它就停下来 往前搬它也停下来 基本上对比这个全新的钢铁人支架 我不觉得有什么松弛啊 还是弹性疲乏的问题哦 都算是非常的耐用 好啦 那重头戏呢 当然就是直接把我们的手机装上去 给大家看 但是不得不讲 因为我选购的是有 MagSafe 磁圈的型号 所以呢 中间这里就一个很明显的 MagSafe 磁圈在这里啊 对比我们整个头盔呢 你就会觉得这个磁圈啊 好像有点明显 对比火影版啊 火影版我觉得它把这个 MagSafe 磁圈啊 藏得蛮好的 你会觉得就是名人螺旋丸啊 在集系 那个气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不会觉得它这个 MagSafe 磁圈有点太过于突兀哦 但是呢 没有办法 我已经算是离不开 苹果MagSafe 磁圈充电系统了 所以呢 我的保护壳都一定要选购 有磁圈的啦 那不得不说 钢铁人这个红金配色 不管怎么拿 都算蛮好看的 对吧 而且大家可以发现 它这边呢 是有点渐层渐层的感觉哦 所以整块手机啊 钢铁人的面甲 做得更有立体感 而且你也可以隐隐约约看到 这里有一个苹果的logo 那整个保护壳的手感啊 就是Catsby 顶尖环保类型保护壳的手感 基本上各种防摔都有 看我这样的直接躲在地板上啊 我也不会心疼 但是一样要剪就是 不过真正还是有一个要挑剔的点 就是它跟火影板一样啦 它那个动作按钮这边呢 都是直接给你做开孔 它没有做实体的按键 对比它的RepoCase 波纹手机壳来讲啊 我觉得算是它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 但至少它按起来还算蛮顺利的 我觉得就还可以接受啦 在示范是给大家看 我这样子手机拿起来啊 然后按下去动作按钮 它一样是可以轻易的触碰到动作按钮 这个就看个人怎么想啊 如果你坚持一定要动作按钮的话 那可以当做是你跳过这一款的一个理由 但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看我按啊 也还好算蛮好按的 那我可以说这一款真的是蛮帅值得收藏 前前没有不见啊 只是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总结来说呢 这次开箱到Castify 钢铁人全系列啊 我个人是真的蛮喜欢的 其实有一部分原因 是我个人也蛮喜欢钢铁人这个角色啦 如果你真的觉得钢铁人这个联名系列 可能有点太贵了 Castify 近期推出的波纹手机壳啊 还有大理石AirPods Pro保护壳 其实我们认真讲 就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系列 我老婆也相当的喜欢 特别是波纹手机壳摸起来的触感啊 也相当的疗愈 大理石AirPods Pro看起来也相当有质感 是没有一定要花那么多钱买那个钢铁人的头盔 只为了他眼睛可以发亮这个功能啦 但我个人其实有点收藏的感觉啦 就是把它吸上去之后 想要把它摆在这里拍片一起使用啦 好啦 那上述呢就是这一集阿康乱买开箱的内容 如果大家对于Castify 这个钢铁人保护壳 还有钢铁人AirPods Pro保护壳 有任何问题想法 或者说你未来想要看完买哪些产品一起来开箱的 都欢迎接下来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啰 那最后是记得对影片按赞 分享 对面卡比较小铃铛 这样子过来更多iPhone啊 更多Android手机 更多三次产品 以及更多乱买开箱 还有特色相关性的历程影片上片的时候呢 你才会收到影片的上映通知啦 同样的也是对我做频道一点鼓励哦 好啦 那我们就下期见啦